女警以怪盗一同闯入藏宝密室 不料遭遇毒气机关 怪盗为了救人只好暴露身份 真身禁视女警的废柴同伴 明宇和臭幼顺利进入研修院的秘密仓库 金某及时察觉但却不动声色 决定让他们吃吃了仓库机关的苦头 进入仓库后 臭幼还与理事长保持联络 然而一阵尖锐的摩擦声后 通讯工具便完全失灵 理事长快速的敲打键盘依然无济于事 臭幼和明宇似乎踏进某个隔绝信号的磁场之中 这个情况令仓库内的两人十分不安 臭幼尝试过原路返回 但仓库大门早已紧闭 他和明宇只能选择继续冒险 此时金某带着百岳和日本杀手赶至研修院 准备亲自观看臭幼自寻死路 金某的队伍刚抵达 就锁定了理事长用于监视的无人机 只要理事长和组长等人倒吸一口良气 原来金某早就发现他们的伎俩 只是故意放任丑幼和明宇进入 金某秘书分配着任务 白岳负责仓库内搜人 江泰则在外部搜索 镜头回到仓库里 丑幼和明宇继续往前 他们推开一间屋子后 室内出现一个悬在风中的日本陶人娃娃 突然娃娃头转动了360度 着实把丑幼吓了一跳 这一扭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 原本还昏黄的屋内立刻变得一片敞亮 其中一面墙上挂着许多珍贵书画 另一面墙上则是墨色山水的镂空装饰 塘墙下还有一些黑色的不规则图案 自从断了联络后 理事长便操控着无人机 一直在寻找切断电路的设备 不一会儿他就发现了始作俑者 一个位于地下二层的设备 理事长需要有人将其破坏 如今被分配行动的人员里 小薰是最好的人选 但这一回组长决定亲自出马 因为最好的潜入方式是通过排水渠记录 小薰虽然是健身男人 但是身体柔韧度太差 伸手弯腰都无法触碰脚背 自许瑜伽高手的组长自然当人不让 被组长一同教训后 小薰只好交出理事长给的武器小炸弹 心中有些感动 他知道组长当然不是真的嫌弃 而是不希望自己再受伤 臭幽和敏女开始研究 墨色镂空图和地上的块状物 很显然这是一个拼图 敏女最先找到一块契合的图案 迫不及待地卡在镂空图上 只听娃娃的脖子又转动了一声 接着屋里释放了一些毒气 臭幽有些明白这个屋子里的机关 每当闯入者拼上一块图 屋里就会放出毒气 亦在同时赋予希望和绝望 给闯入者身体和心理造成双重压力 但臭幽和敏女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继续屏住呼吸 拼着图案 等二人拼完最后一块图时 屋内的毒气却更加浓重起来 看着敏女咳嗽不止 臭幽想了想摘下了头套戴在敏女头上 敏女吃惊地看着头套下大明的脸 但此时并不适合解释 男人必须找到逃生之路 大明环顾四周 留意到了另一面墙上的书画 她凭借熟忍的古文物之神 发现其中有两幅字画的顺序 排列错误 大明立刻用力推动 将两幅图调换了位置 就在行动的过程里 她吸入了许多毒气 导致刚解开了机关 就晕倒在地 敏女见毒气散开 连忙将大明放平在地上 俯身就为她做着人工呼吸 随之下一秒 大明就睁开眼睛 一脸慌乱地质问敏女 想对自己做什么 外若自己吃了大亏 空气一时变得尴尬起来 为了缓和气氛 两人只能映着头皮尬聊 大明被问解为何要隐藏身份 他回答因为自己的样子 看起来太过废柴 就算自称是臭幼 也无人相信 另一边 组长已经顺利潜入地下二层 正按照理事长的指示 寻找发热的设备 他拿着热源探测仪 挨个房间搜索 却不料白月的人马就紧随其后 还发现了被组长打晕的手柜 屋外的小薰负责守在排水渠入口 也遇见正在外部搜查的人员 小薰不急不慢地 换上理事长给他的装备 准备迎战 仓库内 大明和明雨走进一个石器的空间 这里密不透风 只有墙上的几点火光照明 大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墓葬 若是有机关 那一定隐藏在四壁的砖墙之中 然立刻脱下衣服 盖住几抹光源 忽然发现其中一块砖 正发着忧虑的光芒 两人互相配合迭罗汉 将明雨送上高处 包下这块砖 这时墙上一个暗格被打开 又出现一个日本娃娃 娃娃一转头 墓葬两端的墙 就往内部推进一段距离 照这样看 若是没有顺利逃脱 就会被这两面墙夹成肉泥 大明和明雨只能顶在两面墙上 似乎想用微薄的力量抗衡 这时大明似乎有所发现 一些凸起带刺砖块 是可以拿出来的 他试着拿出一块砖 并在其中发现了一对耳环 明雨上前观察着娃娃 发现他的头上戴着王冠 身上还有许多小孔 明雨试着将耳环 挂在娃娃的边边位置 竟无比契合 大明突然明白过来 这一关的内容 就是在墓葬里找到各部位的装饰品 佩戴在娃娃身上 可戴字的砖块太多 一旦拿错 墙壁又要往里推进 所以不能盲目乱拿 由于放着耳环的砖上写着 公这个字 大明思考 或许存放首饰的砖块 能连成一句成语 明雨想起自己看过的日本科学家纪录片 他尤为喜欢 公再不舍一词 因此俩人便开始按照这四个字寻找 很快俩人就找到另一个字 可以拿出砖块墙面再次推进 并且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 大明和明雨绵绵相聚 难道他们的推理是错的 事已至此 大明只好换一种思维 日本科学家想把宝物全都献给娃娃 这说明存放首饰的成语 应该和娃娃有关 突然大明脑中冒出一个词 神功皇后 她正是传说中 第一个带领日本国 侵略朝鲜的女君王 两人找到了相对应的字 将里面的首饰挂在了娃娃身上 但每拔出一块砖 墙面还是会往里推进 如今墓葬里的空间 只剩下一条一人通过的距离 此时仓库外 组长找到了设备 正要引爆时 却被金某的人追赏 经过一番打斗 最终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小薰也遇上了江泰 虽然打退了众人 但也身负重伤 更糟的是李市长的后方指挥台 也被发现 几个黑衣人闯入其中 将李市长打晕 大明团队的支援 至此已经全军覆没 眼下墓葬里还缺少一个字 但若是在压缩空间 两人就无法移动 因此 明宇站在了娃娃面前 与大明准备接力 他们一定要在拔出砖块后的 最快时间内 把首饰给娃娃戴上 两人做好准备后 大明猛地拔出最后一个带字砖 随后艰难送去给敏语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